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亚军 未来一期 便已情接着到 不过 如今有一桩事难办 那就是能炼化无品资源的地死数量不多 葫芦藤中采集的资源 短时间内可能会积存不少 无品资源炼化起来 对无者倒映的要求就有些高了 如冰云 温子山等人炼化的才是无品资源而已 可以想象整个虚空地虽然有六十万人 但能炼化无品的不会太多 而葫芦藤每个月都可以采集一次 在短时间内自然会有所积存 而需要三品四品的却有不少 又有些供不应求 所以宗主 属下擅自做主 将来自葫芦藤的无品资源 拿到新市场就换了一些三品四品的回来 若有不妥之处 还请宗主责 杨开孝道 二总管做得很好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 又怎会责罚 无品用不完 三品四品不够用 自然可以去换取 这也是雷索当然的事 便宇清闻颜辉辉松了口气 接着汇报道 虚空地内部 除了葫芦藤的镜像之外 便是各处果园中采集的灵果了 妙丹大帝虽然在推演那开天丹的丹方 但因为他本身也要闭关修行 所以进度不大 灵果积存 无法莲花承担 杨开孝首道 丹方之事我已解决 回头我送给大帝 让他好生劣质 便宇清又道 虚空地内部的镜像便是如此 再说外部 之前有个叫云星华的四品开天 来了虚空地 说是宗主让他过来管理虚空玉星式的 那边的收获也还不错 每月都有固定的收益 我已让他将所有收益 兑换成各种品阶的修行资源 送回虚空地 杨开点点头 那云星华确实是我让他们过来的 不过此人毕竟是外人 难以为以重振 兴世那边最好还是有自己的人能盯着 血红舟本就是郭苗所在的势力 不过被杨开攻破了护宗大阵 逼迫那云星华在忠义谱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虚空地人手短缺 阳开便让云星华带领血红舟的一批人 进入其中管理兴世了 虽说有忠义谱作保 不怕云星华有困逆之心 但就怕这家伙建材起义 从中苛口 在杨开的计划当中 虚空玉的兴世是要好好经营发展的 这也不难办 只消他将天元正引单抛出去 顷刻间就能将虚空玉星势的名声打响 到时候只怕会吸引无数人 前来虚空玉的星势 人一多 星势自然就会热闹 到时候就算什么都不做 光收税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如今虚空玉的星势名声不鲜 也只能算是一个中性的星势 与千鸟星势那种星势没法比 更不要说那些洞天伏地的星势了 星势的镜像虽然有一些 但也不算太多 让云兴华掌管还马马虎虎 可等日后星势真的发展起来 杨开肯定得派信得过的人去管理 最主要的是 得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到那时候 虚空玉竟然是热闹非凡 鱼龙混杂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根本无法坐镇一方 最起码也要一位六品开天才行 如今看来 莫梅倒是个好人选 也是唯一的人选了 他是不可能让月和坐镇星势的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 鲁雪起身请应道 大人 让我去星势吧 他如今五品开天 去了星势那边的话 云兴华也不敢放肆 毕竟云兴华也才刚刚晋升四品罢了 杨开白首道 不必 鲁雪 你留在虚空地 传阅数道便好 我之前带来的人 对着乾坤之外和开天镜全然不同 还需要你费心教导 虚空地仅有的几位开天镜中 陈天肥负责那葫芦藤 而鲁雪则是给星界的舞者传道授业 几乎每一日他都给无数弟子写仪答获 可以说是费心费神至极 甚至就连诸位大帝 在闭关闲暇之余也会找他讨教 在未来的成就上 鲁雪或许不如那几位炼化了六品资源的大帝 但他如今无品开天 对开天镜的理解和静生之路的修行 确实有着自己的心得 现阶段指点大帝们几句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杨凯如此说 鲁雪便坐了下去 便已经接着道 如今的情况来看 虚空地这边的收支可以自喜自足 甚至跟人说有一些结余 但长久来看的话却难以维持 因为时间越久 并会有越多的舞者凝聚自身道印 一旦有了道印 那对修行资源就有了渴求 到时候会给虚空地增加压力 一个两个还没什么 关键是虚空地有六十万人 应该闻言道 二宗馆可有解决之法 便于听道 除了增加虚空地的收入之外 我觉得可以让弟子们出门历练 自行寻找资源 虚空地可以养他们一时 但不能养他们一世 杨凯沉颈不语 便于清等 宗主体恤弟子 爱护羽翼 是弟子们的荣幸 虚空地的弟子能跟随宗主 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但若没有付出 便有收获 那所得的收获 也不会被人重视 再者说 他们待在虚空地内 忽然安稳 但不出去历练 日后如何陪同宗主 征战着三千世纪 浩瀚乾坤 养在温室中的花朵 永远是禁不住风吹雨打的 当年大魔神陌盛 霍乱兴雨 林霄公上下举派参战 那一战 固然死伤不少 但活下来的 却都有莫大成长 杨凯微微汗手 二总管言之有理 他何尝不知这个道理 正如这一次去往血妖洞天 他同意浪青山等人 各自散去历练 就是因为他知道 不能将他们一直 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同样的道理 他将六十万个领域精锐 带来虚空地 也不能永远地庇护他们 他们总归需要 自己的征长和精力 二总管具有此提议 可有遇恨 杨凯问道 便宇清道 属下倒是有些想法 至于成不成 还请宗主定夺 杨凯示意他将来 便宇清唯唯说道 从新界过来的六十万人 实力两有不齐 强者如诸位大帝 早已凝聚资身道印 如今都在练化六品资源 弱者 更有一些修为不到道远镜 甚至虚王静等 如此实力 去闯荡这三千世界 确实凶险了些 放任他们离去 不斥是让他们找死 是一属下 想让他们先去 虚空域的那些乾坤世界 走动走动 虚空域的情况 杨凯多少也知道一些 原本除了七角地 这个二等势力之外 还有七家三等势力 十几个乾坤世界 当初杨凯看看占据虚空地的时候 这些三等势力和乾坤世界的主宰们 都曾经前来拜见过 山头变幻大王旗 同处在虚空域之中 这些三等势力和乾坤世界 自然要仰仗虚空地的鼻息 那些乾坤世界 多有历练之地和机缘之所 让弟子们前往的话 一来可以磨练他们的心性和实力 二来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获取资源的不易 杨凯文言汉手 此法可行 便已经见他赞同 又接着道 另外 属下觉得 虚空地内可效仿其他宗门 是贡献制度 各种修行资源 明码标价 弟子们若想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 可拿私生的贡献点来换取 当然 弟子们可以通过完成宗门的任务 或者上缴自己历练所得 来得到不同数量的贡献点 贡献点这种东西 杨凯很早就接触过了 当初在灵骁阁的时候就有 这个制度很多宗门都使用 效法不同 不过也都大同小异 包括如今三千世界的许多势力 也都有这个制度 很多宗门使用 就说明这个贡献点制度 是能适应宗门发展的 是有自身的优点的 杨凯文言笑道 默幼儿总管 虚空地何丑不兴旺昌隆 便宇晴微微脸红 宗主 谬赞了 属下不过是十人阳慧罢了 杨凯大手一挥 如果是不是十人阳慧 有二总管管理虚空地 我就放心了 这些事就按你说的吧 便宇晴连忙攻身道 遵命 顿了顿又道 宗主 属下还有一事请求 想来 便宇晴真转了下措辞 说道 属下 虽跟随宗主多年 但毕竟修为浅薄 之前在凌霄公辅佐大总管 倒还得心应手 可如今独自一人支撑 虚空地的运转 却是有些力不从心 而宗主你又常念在外 大帝们也都各自闭关 虚空地若是遇到什么大事的话 属下实在难以独断做主 事宜 属下想请宗主 先行设立一个长老阁 若有大事 可由长老阁诸位 共同上一决定 别人家的宗门上面 有宗主 然后还有护法 长老 执事什么的 到了虚空地这里 人数虽然不少 但上面除了杨克这个宗主之外 剩下的就是便宇清这个总管 至于其他人 全都是弟子身份 还没来得及仔细划分 倒不是杨克忘了这事 只是虚空地 黑天镜数量太少 实在不好划分任务 便宇清这般提议 一来是为虚空地的发展考虑 二来也是有些必先的意思 毕竟他若真的大权在握 难免有人心里不平和 当然最主要的是 他确实需要人帮忙 二总管有什么建议吗 杨克问道 便宇惊道 属下这些日子 得陈先生和卢姑娘 相助良多 时而也向他们讨教 他们两位在管理方面 也有丰厚的经验 而且虚为不俗 属下觉得他们二位 可以先入主长老阁 成为我虚空地 第一批长老 陈天肥本是赤星的当家人之一 当初赵百川常年闭关 冲击六品开天 诺大一个赤星 便是陈天肥在把持打理 而楼雪本是建格的当家 手下也有不少人 他们自然有管理方面的经验 而听便宇惊如此说 蹲坐在一旁的陈天肥 连忙把腰杆挺直了 目不斜视 正经微醋 楼雪倒是身色淡然的狠 杨凯微微汗手道 二总管说的也是 那阿肥 楼雪 两人连忙起身 左右并将尔里 攻守道 属下在 便由你们 与二总管成立长老和 共同管理虚工地 若有难解决之事 你们三人可自行商议 少数听从多数 是 陈天肥和鲁雪 齐齐硬道 陈天肥这个胖子 更是不忘表表忠心 众主请放心 为职认极心全力 辅佐二总管 定着虚工地 蓬勃发展 不敢懈怠 杨凯白白手 让他们重新坐下 又取出几枚戒指来 伸手一推 柔和的力量包裹之下 那几枚戒指 便飞到了 便宇晴面前 便宇晴壶移道 这是 杨凯道 这是我此行得到的 一些修行资源 你先保管着吧 各品阶的修行资源 看情况分发下去 那些开天单的话 可以留一部分备用 多余地 拿去兴师购买资源 便宇晴应了一声 神殿网内一扫 惊呼的 这么多 杨凯出发 去千鸟域第一站的路上 花费了好几亿的开天单 去购买三品四品的资源 就在他看看将手中的开天单 差不多花光的时候 在那修罗厂内 又得了十二亿的开天单 随后更是大肆采购敬佩 若不是换取七品 原阳玄身的时候 付出了一些代价 借着雷的东西 只会更多 便宇晴顿时松了一口气 有这些东西 西空帝最起码 可以再支撑五年 杨凯握拳倾壳 有些赫然 怕是撑不了那么久 这是为何 便宇晴不解地望着杨凯 杨凯道 因为我虚空帝 会加入一批生理军 而他们对修行资源的需求 比星界来的弟子 恐怕只多不少 这般说着 以挥手 便将墨梅和庞朵等人放了出来 墨梅等人愣了一下 等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行礼 宗主 便已经好奇地望着墨梅等人 请教道 宗主 这几位是 卢雪和陈天肥同样一脸不解 杨凯给他们彼此介绍了一下 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墨梅等人的来历 卢雪和陈天肥听得一脸精彩 没想到杨凯在血药洞天里的本土物质 都带了出来 而在他们两人的感应之中 那墨梅凝炼的明显是六品资源 庞朵等人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小 可一个个都是五品气息 萦绕周身 气息沉稳雄混 一旦晋升 那就是五品开天 二总管 定封城的人 你仔细安排一下 以后他们都是我虚空帝的弟子了 杨凯吩咐道 便已经一脸欢喜 宗主放心 属下丁慧安排妥当 虚空帝如今少的就是开天镜 眼前这几位全都是中品开天的种子 一旦他们晋升 虚空帝定会实力暴增 殿玉精怎能不欢喜 不过欢喜之后便明白杨凯之前所言何意了 丁风城舞者数量不多 只有三四千人 但他们的需求比起星界六十万的弟子确实只多不少 因为星界来的人修为参差不及 人数虽多 可凝聚了道印的却不多 因此需要资源就少 但定封城的舞者不一样 许多人都已经开始凝联开天之力 正是对各种品贴的资源极度可求的时候 杨凯这趟回来固然带来了大批修行资源 但太多人使用的话 确实支撑不了多久 不过总体来说 这是一件大喜事 便已经几乎可以预见 过不了多久 虚空帝开天镜数量暴增的局面 与之后事如何 昏莹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3547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